我做了最本质的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更多的中国人 能够了解我们加拿大的华人的 这种真实的婚恋 工作生活情况 然后的话也让我们加拿大的 这边的华人了解我们中国发生的 这样一些文化交流 如果再做了美游也 比如说希望就是 比如说到中国去 这样的一些文化交流的话 我们也会做 我觉得你应该加入我们的学会 我们最近起来 文美中式文化交流协会 那我不会新吃啊 一定要写书 因为我们就做这个文化 那我再介绍一下 其实我的专业是学计算机的 我本科是学计算机的 然后完了以后的话 在中国到加拿大来之前 我去年才登陆加拿大的 然后在登陆之前的话 在中国一直是做了销售 然后销售了它呢 然后是之前的话 也在清华同方 做了全国销售的负责任 清华同方是销售的东西啊 我当时是 因为它有很多部门 其实像你所说的 那种太阳能的话 我估计可能也兼顾得到 像八方啊 清华同方也做得到 对清华大学的这个下半企业嘛 然后我是在它的IT行业 就是软件行业 那很好 清华同方也是一个品牌的企业 姓名是张太太 张太太我们认识 十四年多年了 自己介绍吧 自己介绍一下 我先生老张 我姓杭 就是我叫杭建娜 我呢实际上是在这里呢 有一份工作呢 我是做这个叫career counselor 就是说职业咨询了 在政府的政府资助的这个部门工作 帮助新移民啊 帮助这些事业人士啊 找回到自己的岗位 也帮他们培训 这方面的工作 但是我主要跟唐先生认识呢 是跟我先生有关系 就是我们对投资比较感兴趣 所以京城 成功 你见证 对对 也是一路来 特别支持我 对 各个方向 谢谢 非常高兴 我叫刘丽 那么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 唐先生的俱乐部 十多天前 是把钱放到 我老师这儿 让他帮我做 我觉得好像 找到了这个 帮我赚钱的人 我这个人比较 愿意找能人 用时间 用我的钱 让别人来帮我赚钱 那我现在呢 来多仁多已经将近八年多的时间了 从哈尔滨过来 是企业家移民过来的 那么目前来讲呢 做的是房地产 和俱乐部 那我先生是吉兵 是地产经纪 那我主要是做贷款 主要是做贷款 希望以后能多有机会 和大家在一起交流 让唐先生给我多赚点钱 谢谢 谢谢 想早点 莉莉呢 到底是做生意的 动作特别快 眼光很准 看准了 马上就 起座 所以 当机什么呢 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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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了 你才认识唐先生 早点 现在就不坐在这儿了 他一认识 马上就行动 也算是他母亲的 不是吧 那没有 是报纸他认识的 这位是艺术家 秦也对 那有点不同 今天都是企业家 什么呢 不是吧 这些博士啊 诗人 我们是在搞音乐的 艺术家 搞音乐的 大家是听歌就听 对 等会儿 你就给大家唱起手 钢琴的 钢琴 博士一下子不能表现 陈寗师云南 原来云南各国团的 那个歌星 其实 而且是电视节目主持人 我是原来云南 云南亨利人 然后来到多云多也不长 是一年多 现在也是各种音乐会 都在演出 今天在这里 你看在春暖花开的时候 这么多好朋友 到我们家 这是我们家 非常荣幸的日子 今天在座的 都是多年来 特别好的朋友 生意伙伴 这都是非常成功的 这个方方面面的 这个能人 所以呢 真的就是说 我代表这个 我们全家啊 那个大伙的光临呢 表示这个热熊的欢迎 和中心的感谢 谢谢 在这个城中 大家都特别忙 你看 略是城主 这个从orella 他一天都是日理万机的 从orella 那个特别赶过来 真的我非常非常感动 还有 每一位都是 这个 在百忙当中 从空过来 赶到这里 所以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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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